是我精分的第二个类型 默默付出型 他们对待朋友 其实都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你在生活中却 友情和爱情都感觉不到 甚至会觉得他们有点冷冰冰的 他们就是金牛座 巨蟹座 双鱼座和妇女座 你们千万不要期望 金牛座在朋友面前会浪得飞起 他们其实在感情里面 这个友情方面也是一样的 同样是保持那种内敛沉默的 金牛座就是一个字 闷到底 接下来来说一个巨蟹座的宝宝 它是非常需要爱人的支持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 它有一点重色轻油 巨蟹真的把你当做好朋友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温柔 耐心还好说话 也愿意说好听的话 可是在感情里 巨蟹真的是比较被动的人 他们太缺乏安全感了 其实巨蟹的安全感 是需要耐心的去呵护的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巨蟹做宝宝 然后双鱼座我们知道都是一个 网上传说是为了爱情可以不要命 可以付出一切的人 他们特别容易失控 一旦爱了就会用尽一切对你好 一旦受伤双鱼就会失去理智了 说白了还是爱得太深了 接下来来说咱俩这个星座吧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咱们处女座 嘴又不饶人 然后又特别的要求高 肯定没有什么朋友 其实我们处女座也是有朋友的 来同道大叔给他们介绍一下 我们处女座的友情和爱情吧 如果有人找处女座谈新事 他只会帮你找理由 我们也是会特别的生气 带入自己的情绪 可能比朋友们还要着急 还要认真 但是对待恋人的事情也会是这样 有的时候会显得处女座有点严格 千万别嫌麻烦 其实这是因为太爱你了 处女座们才会想要对你负责